Hello大家好 这里是把拉斯地瓜 马拉松作为一项全民健身运动 因为参与成本较低 师谱性强 所以每年许多大型马拉松比赛 都有数万人报名参加 为了获得荣誉和高额的奖金 选手们的作弊操作也层出不穷 2023年8月就发生了一场震惊世界的 墨西哥城马拉松万人作弊丑闻 3万名参赛选手中 近有一万多人乘坐汽车 公交 甚至自己骑自行车 就为了少跑一段路 而今天要讲的作弊丑闻 发生在1999年 主人公被踢爆 不是因为被人发现坐车少跑 而是因为手上的手表 难不成这手表有什么高科技 能瞬间提升跑步者的速度吗 当时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据悉 迪赛的当天 恰逢南非守卫黑人总统 纳尔逊曼德拉协认 所以这场马拉松可以说是意义非凡 许多人的目光都聚焦于此 比赛开始前 起跑线上的一位跑步者 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他的比赛号码是13018 名叫塞尔吉奥·莫索宁 21岁的他是这里最年轻的跑步运动员之一 此前参加过的马拉松比赛中 从来没有跑过这么远的距离 也没有取得过什么优秀的成绩 因此在发令枪响后 除了塞尔吉奥的教练 没有人的目光落在他身上 5小时40分钟后 塞尔吉奥摇摇晃晃的冲过终点线 拿下了第9名 当比赛官员递上一条蓝白相间的毛巾时 他看起来似乎还很茫然 不过让他惊喜的是 第9名的选手可以获得1000美元的奖金 外加一枚真惊之城的奖牌 塞尔吉奥第一次参加就能获得前十的成绩 也让现场的记者纷纷上前采访 而塞尔吉奥却表现得非常谦虚 出生于贫困小山村的他 首先想到的是把自己的金牌和部分奖金捐给村里 同时也打算为家人购买杂货 为弟弟菲卡在距离家乡三小时路程的裁缝店买一件新衣服 还要为自己购买新鞋 一边下次取得更好的成绩 马拉松黑马的称号 加上他不忘本 成名号也不忘家乡的行为 为他树立起一个努力又善良的励志形象 赢得了大众和媒体的夸赞和褒扬 谁知奖金还没到手 他的名字就受到了质疑 比赛后一名超级马拉松的老将向主办方抱怨 明明之前在比赛办成的时候 他领先了塞尔吉奥七分钟 并没有看到塞尔吉奥在最后一段超越了他 询问是不是叛乱有误 但工作人员检查了时间表和计算机计时系统的结果后 并没有发现任何出错 认为老将是输给了年轻人不服气 所以并不想再理会 然而越来越多的选手向主办方提出质疑 声称都有目击塞尔吉奥长时间离开过赛道 主办方这才重视起来 可不管怎么调查都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直到一份报道塞尔吉奥是马拉松黑马的报纸 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该报纸上刊登了两张比赛照片 画面中塞尔吉奥穿着一件蓝绿色胶织的背心 脚上穿着一双蓝黄配色的耐克鞋 身上的号码牌都是13018 但主办方一对比发现其中一张图 塞尔吉奥左手腕上戴着一块黄色手表 然而另一张图片里的他手表却跑到了右边 颜色也从黄色变成了粉色 再仔细辨认 他们发现左边图片上的这位跑步者看起来更壮实 右小腿上有一道拔痕 由于两张图中 人物都把黑色帽子拉得很低 粉扁不出脸 更是让主办方怀疑 他们想起在电视台采访时 塞尔吉奥提到自己有个兄弟 于是就拨通了他所在俱乐部的相关人士的电话 对方在压力下道出了真相 左边图片上的这位并不是塞尔吉奥 而是他同父异母的弟弟菲卡 原来塞尔吉奥跑到马拉松的半城时 就躲进了路边的厕所里 他的双胞胎兄弟菲卡正在里面等着他 他们交换了背心帽子等等 这些一眼就会被看穿的衣服 但没有交换鞋子和手表 于是这不停变换颜色和位置的手表 也成了泄露他们作弊的最大证据 在比赛的最后 他们继续顾忌重施 在厕所里换回了衣服 由于塞尔吉奥冲向了终点 两人共同完成了这场马拉松 此次作弊 在整个马拉松乃至体育界都引起了轩然大波 几天后 各大新闻报纸头版头条 都是这对双胞胎的丑闻 很多人对塞尔吉奥感到愤怒和失望 认为他努力又善良的形象全都是假的 经过审判和裁决 塞尔吉奥和菲卡确认作弊 到手的奖金也被收回 还被禁止在11年内参加任何马拉松比赛 塞尔吉奥对于这个结果也感到十分悔恨 被罚后 也道出了自己作弊的实情 他们全家都生活在南非中东部的一个贫困小山村 弟弟菲卡并不是双胞胎 比塞尔吉奥小两岁 他们还有另外八个兄弟姐妹 一家十二口人的生活都要靠父亲微薄的工资支撑 一次偶然间 兄弟俩得知这个马拉松的一等奖奖金 有16400美元 十分希望能得到来改善家里生活 而塞尔吉奥和弟弟从小就要穿过很多山路 才能到达学校 对他们来说 马拉松并不算难 于是在上学途中 他们就开始了自己并不专业的训练 塞尔吉奥十五岁时遇到了教练尤金 起初这位白人教练 并不想指导这两个没什么钱的穷小子 但两兄弟每天都去问一些跑步的技巧和遇到的问题 尤金看到了他们的天赋和努力 带着他们加入了马拉松俱乐部 开始对他们进行训练 他带着塞尔吉奥和弟弟穿过山脉进行长跑练习 也会去跑道进行速度训练 他看着这兄弟俩的天赋 认为他们十年后一定能成为马拉松的冠军 然而塞尔吉奥却不屑一顾 坚信自己会拿到冠军 不过不是十年后 而是现在 不久后 这场绅士浩大的马拉松开始招募 俱乐部为了激励成员 表示如果成绩能打破赛道记录 在马拉松本身16400美元的基础上 再加上164000美元的奖金 这相当于他父亲70年的工资 有了这笔钱 家里再也不用为吃饭发愁了 于是他们心中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塞尔吉奥知道在马拉松的途中是允许上厕所的 又想到两人作为兄弟长得很相似 于是精心策划了这次马拉松的替袍事件 但两人却想到了更换衣服裤子 也记得拉低帽子遮连 却忘了彼此不同手的手表 最终还是被这个小细节拆穿了 在取消比赛成绩后 塞尔吉奥的奖金被收回 家里举步威艰 俱乐部的人提议他将故事卖给报社 不管怎么样也能赚点钱度过困难的局面 于是塞尔吉奥兄弟俩接受了报社四个小时的专访 他们言语中的绝望与真诚打动了记者 于是一篇名为可怜的兄弟梦想变成噩梦的报道 受到了读者们的关注 大众重新对他们产生了恋爱 主办方也被感动 对他们的竞赛时间缩短为五年 并表示作弊很可耻 但是希望他们能够在这期间努力练习 五年后参加马拉松比赛 重新用自己的实力夺得名次 拿着报社给的酬劳 兄弟俩也慢慢退出大众事业 沉下心锻炼 结出竞赛后 在2010年的比赛中 塞尔吉奥冲向终点现实 被捕捉到的一张照片里 他咧着嘴笑 与十年前冲过终点现实 脸上紧张憔悴的表情完全相反 赛后 接受媒体采访时 塞尔吉奥也对自己之前的错误感到悔恨 表示会从错误中吸取教训 靠自己的努力 迎娶掌声和欢呼 但戏剧性的转折又发生了 六周后 塞尔吉奥在药物检测中 因检测结果呈阳性 被判定服用了兴奋剂 随后成绩又一次被取消 在获得了大家的原谅之后 他又一次让观众失望 而这一回作弊被踢爆 塞尔吉奥再也无法回到赛场 弟弟菲卡也不再参赛 两人年少时想要为家人赚钱的梦想 最终还是没能实现 好了 本期的拔丝地瓜就到这里 感谢朋友们的订阅 下期也会给你带来更多精彩内容 我会给你带来更多精彩的梦想要